10、24、27、¬0 红 盘 2010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又是我Coach Fui 今天要说说上次我提及过的 要练练 core和臀部 臀部,我们是臀带肌的分裂 乔老师 如果我们说人和身体 你认为最正中间是哪个位置 是压头 胸口 肚臍 你想清楚 记住 反过来我们最正中心 一般就是臀部这个位置 我们身体有厚度 你会发觉我们可以控制的中间肌肉 就是这个臀部 我们打篮球其实对这个臀部 非常有重要的作用 在我断脚之前 我完全没有试过训练这一部分 这一部分你会看到在NBA的球员 或者一些黑人的短跑选手 你会看到so sexy 那个臀部肌肉很圆魂 这个肌肉有什么用呢 第一 突然间的爆炸力 这样就爆出去了 第二 急停 如果一个急停动作 你做得不好的 你会发觉你会是这样停的 OK 当你这样停的时候 你会发觉你会发觉 我一定要就算我所有急停动作 我一定会在膝里 在这里用力 拉平自己 今天我们就是说这个 这个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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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臀部比较斯文 我个人不是 但我希望我比较斯文 是臀部 这是团大机的分离 团大机 如果有时我们先讲一个射球动作 有时你会发觉 有些人 我经常有不少朋友 会传片给我 问我的射球姿势 经常都说 你的重心中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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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重心中前就是什么呢 Exactly就是这样 你会发觉是什么呢 人中前 膝头哥呢 膝头哥呢 会比脚尖前的 OK 人中向前 身体斜向前 最主要是什么 屁股 啊不是 臀部 会凸出来的 是真的这样 非常有人 对不对 有人犯罪 OK 记住 在这个动作里面 你是放松了整个臀部的 你用不了 如果 如果我一个射球动作 拉直的话 你会发觉 你的臀部 不应该这样 扣出来的 一定是收回进去的 你的臀部 如果你的臀部 臀部有力量的话 你就会由 放松 变成收回进来 Exactly 稍后训练也是这样的 就是这个动作 去练习这个臀部 练习这个臀部 练习这个臀部 基本上 我会有一个 训练的工具 一些杖筋 我经常都说 如果你都不是去打一个 在这个铺路线 你未必要细腐虫 始终你 如果你是一般成人的朋友 你会打一些联赛 C-Lead 你不是打月祖甲二甲一 你都不需要 说真的 不需要用一些扶重 因为无谓弄伤自己 我会建议用杖筋 杖筋 你一样有力量 有性 不要那么容易受伤 同样 它会训练到你的肌肉 更加有弹性 OK 现在就教 如何用这条杖筋 好 镜头一转 上了一条杖筋 固住两只脚碗 其实这些杖筋 一般我建议 我们国内的网购网站 都会有的 如果你想质素好一点 你就可以去到 美国的网购网站 最大型的网站 都会有的 我这条40磅 我建议如果你初学 你就买20磅 如果你都想着自己 我都会有这样的 level 30磅 40磅 某程度上很重 如果超过我这些 过200磅的人 就买40磅 我200多磅 这条就赔了我很久 都会破坏 首先说动作 第一 沽了脚碗之后 抹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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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 开始坐下 坐下 坐下的时候 就像刚刚那样 放松屁股 放松屁股 碰到椅子后 第一件事 膝头不要过脚尖 放松 然后上的时候 用臀部 推出去 由头到尾 推上来 你会发觉 只是靠臀部 推上来 你膝头脚 是不应该用力的 再看一次 坐下 下来 OK 去到一个低 或者你碰到椅子 或者碰到篮球 接着 用力 这里推 推 卷 卷 一路这样推 推回起 这里 不用力 再来一次 直接一点 拉下 OK 落底之后 卷 卷 卷 上来 下 卷 上来 下 下 卷 上来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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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 上来 下 推上去 下 卷 下 推上來,落,卷,推上來 屁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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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屁股 這個第一個動作就是訓練我們的屁股 第二個動作,我們都會訓練屁股 以及你的重心,Core 好,另一個訓練Core的動作相當有用 第一,我們在路軌上面 這個動作就是向後拉到盡 伸直的,拉盡它,90度 然後直的,腳掌指直的 這個也是直的 然後上來,為之1 2 3 3 4 OK,另一隻腳 嘩,右腳受傷 1 2 嘩,真的沒什麼力 3 好了,真的痛 OK 這兩個動作呢 第一,你會訓練臀部 另外,Core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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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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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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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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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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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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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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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 2 2 2 我可能跑得很快 跳得有压高度 但是所有旁邊的力量承受不了 做橡筋它會練到你所有旁邊的動作 因為其實剛剛你拉後的時候 你拉過來這隻腳 所以這隻腳的訓練都會更加好 所以我很建議大家做這個動作 尤其你斷了ACL 我兩隻腳都斷了 所以我很建議做這個動作 急停的時候 如果平時我們是這樣中停的 當你現在我們有臀部肌肉 一二停 你會發覺你這個人是這樣停下來的 靠這一部分的肌肉 靠屁股去停下來 當我去go 1 2 4 你會發覺膝蓋 吃不了力了 你自然做的動作就會更加厲害 尤其你之後 1 2 stop 轉射球 如果動作適合你也不會忠實 不會傷膝蓋 更加有力 穩定性更加高 OK 這個臀部肌肉訓練 對你很有幫助的 我建議你可以每天做 買一條橡筋不貴的 百多元的挺 試試自己訓練 尤其是受傷的 嚴嚇他 加油 不要像我這樣 當日如果我有做這些 我今天不會跟你說這些 好 今天 很傷感 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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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